过去中国的一带一路 被英国金融时报 首先称之为叫债务陷阱 后来被西方国家都骂了一塌糊涂 结果美国的总统 拜登在出席这次G20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倡议一个基础建设 我们说这是美国版的一带一路 还叫美国出资 让中东地区有铁路 然后港口就连接到了印度 让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版的一带一路是什么 中国版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地图 您所看到是不同年份所参加的 所以这里头只要有褐色的 深咖啡色的 红色的 越红色就是越最近的 在亚洲部分反而没有那么多 布局对多的是 你可以看得到是在非洲这一块 还有拉丁美洲这一块 那亚洲部分反而没有那么多 那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斯里兰卡 当时斯里兰卡